这一讲 版媒来看 视角炮 视角炮也是六大正规布局之一 然后转成五六炮 黑方采用万能后手 停封马 下面 黑方如果 浸泡封局 这是第一种选择 红方就过河局压制 黑方平炮对局 想打炮封锁 这个马无根也只好是高于宝 然后是要炮的灵魂 手法 炮打局 中炮一响 势不可挡 因为黑方不能进向 局比杜鹅还远 那下面你要是打炮 人家干掉中炮 你不打 人家打 红方 怎么办呢 民间 还手抄本 号称野鹿子大群 风平浪静 必有杀招 气炮攻杀 黑方一看 形势不妙 高居 申请再干掉 一个炮 这个申请 有点过分 红方 答应 然后 一招 逼命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黑方第二种选择 两头蛇 红方就寻河局 黑方伸泡过河 双鞠路都打通了 下面红方就对兵俗 打通河口 准备上马 狙砍炮 能屈能伸 方为大长服 公元大爷选择退跑 通过闪击 抢到一步先手 红方退居 看似无奈 实为后中先 准备马踏中足 黑方 进马 红方干掉一个马 炮 再吊住一个 得指 红方大优 所以进士 捕强中路 事外必行 下面高居 中马 红方 退马 黑方一看 顺势进足 希望 希望对兵俗 打通河口 瞄轮底下 但是下面 红方 神之一手 进兵 登居 上马 右等 然后 退居桌炮 灭掉 过河 灭掉过河 扶有退马 捉霜的手段 所以黑方抓引信箱 这样炮有根 马无根 如果进马 就是如果 这个炮 这个炮 比杜鹅 还怨 因为砍 向进去戴起朗 只能退市 砍是戴起朗 又干掉这个马 所以当前局面 黑方选择 平炮党 红方 即马 卡住向眼 还是住炮 那这个时候 能不能保炮呢 如果保炮 直接干掉 气局攻杀 上马一握 只能外降 炮一退 绝杀 无解 所以黑方无奈 红方 这个骂 是万恶之源 这样得子 红方 锁定胜局 下面就尊重 原谱走法 黑方对局 希望谋求何起 但是红方给阻断了 平炮 在公骂 中炮一响 黄金万两 下面赵头一棒子 在气局攻杀 不杀 白不杀 反正无所谓 然后 有没有 然后了